当印度菜遇上米其林 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 Hello 大家好 我是刘晓周 你们看我今天盛装出席 就知道我们今天要搞大事情 不知道在你们眼中 印度菜长什么样 但是在我的眼中 一般来讲印度菜都长这样 但是我们今天要去打卡的 这间餐厅非常的特殊 它是全世界仅有的 八间米其林新级印度餐厅当中 其中的一家 不过我脑回路可能比较清晰 我一直都好奇 像这样高级的印度餐厅 会不会也有炉惠之脉 不知道视频间有没有像啾啾一样 脑回路亲戚的小伙伴 举个手看看 这间餐厅它位于加州的硅谷 距离洛杉矶有600公里的侧山 所以希望视频间小伙伴 能够为我们这期视频多多点赞 就当时帮啾啾爆销一点点路费了 废话不多说 我们接着出发 我们一路从南加州开了将近600公里 来到了北加 现在刚刚进入到硅谷地区 而我们今天要去的这家餐厅 就在硅谷的旁边 我身后的这家餐厅的Russia 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打卡的 米其林一新的印度菜 而这间餐厅的老板 据说以前也是硅谷的程序员 后来被硅谷炒鱿鱼之后 就来到这儿开了这间餐厅 到底这间餐厅味道怎么样 一会儿啾啾来帮你们试一试 哈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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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便宜 那今天我们看看 米其林一新的印度菜 到底价钱贵不贵 前菜普遍的价钱 这个叫small place 平均的价钱在14 15 17 特色小吃 Dorsa的价钱大概18 19块 主菜的价钱大概从28到32块钱上下 我们之前在迪拜也尝试过当地的炒饭 一份价钱我要没有记错的话 大概10块美金上下 这里一份炒饭29 你们觉得今天的这个菜价 整体而言你们觉得贵吗 南米 我会帮你来自然 好 来自然 我给你来自然的问题 所以这些东西是一种食物 从南部的东西 对吗 对 是的 所以南米是从南部的东西 南部的东西 我说南部的东西 南部的东西 南部的东西 南部的东西是不同的食物 它是贵的食物 但是东西是比较的食物 它是比较的食物 它是比较的食物 它是比较的 它是不一样的食物 食物是不一样的食物 食物是不一样的食物 所以有什么推荐的 是的 这些食物是很好的 我试试 我们看这个菜单 菜很有意思 它上面有一种小吃叫做Dorsa 起源地是印度的南方美食 而我们常见的那种印度菜里面 都有一道菜叫南 就是南 那个是一种用面粉做的北方小吃 所以印度菜也分南北 就和咱们中国一样 你们知道吗 在美国还有一家米其林印度菜 代表的是印度的北部风味 它位于纽约 那如果这期视频点赞满15万 那我们就单独为这家餐厅飞一趟纽约 好 我们所有的前菜都来了 今天这三份都是小吃类 印度语叫PAPTA 英文名叫PAPAD 我也没有去过印度 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它正不正宗 我们只能说是就我的口味看 看好不好吃 然后这个是咱们刚刚说的那一份 印度南方菜 然后我点的这个很有意思 它的名字叫保来乌豆沙 售价是19块 说实话就一份小吃来说 19块稍微有点贵 然后摄像师点的这份是一份虾 Yeah thank you 哎呀嘛 这卤会值吗 哎呀这印度菜你别说啊 别的不说 就这一造型 你拿上来之后 咳咳咳 反正感觉干净又为什么 兄弟 用蔬菜用水果做成的果析 哎呀太浓了 一会我问问他有没有芦荟 看看这个高级的产品 有没有芦荟 One from Macaulay He lives in India And he sent me this video 用了360多种 就全家人生可了不得 Is this kind of aloe juice Have you ever sniffed before 嗯 13种 street food yeah the aloe vera yeah not really it's kind of a street food you can fall around 哈哈哈哈 alright some cool stuff cool yeah that's cool yeah 连生活的美国的印度人 都吃不惯这个芦荟汇 可见庸子是真的牛 好我们先来尝尝 摄像是点这些虾 它这个虾呢 很有意思 我们点这条虾 它叫做tratniprom tratniprom 就是酸辣酱吧 酸甜酱酸辣酱的意思 Grandma's tranny 印度老干妈 酸甜酱 说实话这个摆盘还不错 这个还有点米其林的意思 但是真的不怎么像印度菜 真的就虾如其名 酸辣虾 辣辣的酸酸的 然后它旁边做了一个摆盘 黄瓜切出来 我感觉应该是美食 但是我们还是以虾为主 别的不说 这印度菜 它调的味道真的特别浓郁 就很下饭 这个量实在太少了 一共就5个 除了贵之外 其他都还好 当然贵也不是它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对吧 这个呢 papata呢 倒是一道传统的印度美食 去过印度小伙伴告诉我 这道菜在印度都是当地的小吃 他们一般都作为前菜来招待客人 是不是你去过印度小伙伴呢 或者在印度小伙伴呢 看一看这个papata做的到底正不正宗 芥末 薄荷 薄荷 好重的薄荷味 又辣又凉 凉凉的薄荷你们吃过 就特别的鲜凉 口水吃溜 这个有点像甜面酱的 不知道这是什么 印度甜面酱 很酸的 放在边上咱们尝尝这个 最让人期待的一道菜 也是印度传统小吃之一 看看这米其林做的传统小吃 到底怎么样 它的这个饼呢 是由米打成姜 是会有米浆做成的 它制作过程呢 有点像咱们北方的那种 煎饼的制作过程 就拿一个东西给你摊上去 然后呢 最后再用东西给它塑形 我们今天吃这个dosa呢 做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的形状 手指头 手指头 它这里面好像装的是土豆 它让我把这个饼呢 撕个小口 然后呢 把这个酱放进去 这个是椰子酱 这个是番茄酱 这个是最辣的 是印度的辣椒酱 先试试椰子酱 然后再来点番茄酱 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吃啊 我也不知道正规的吃法是不是 反正你要不是经常是印度菜的话 你真是不是很明白当地的吃法 看得名不见经传 吃起来很好吃 印度咖喱土豆 配上印度辣椒酱 还有椰子酱 你们能想象那个口味吗 就非常复杂 最后的解决方法 就是用手 配上它这个最辣的辣椒酱 它刚刚跟我说这个是最辣的 看不起谁呀 真的是 配点这个 来了 兄弟们 还行嘛 后劲比较大 后劲老大了 我跟你说 别都不说 就这家店的菜端上来说 它至少它在摆排上做得让你感觉有种 印度的小清新 你看我这份 上面还放了水萝卜 然后还放了一片蜜 你觉得是马萨拉更符合你 还是印度炒饭更符合你 你是不是想吃我的马萨拉吗 你说我是那种会吃摄像师人吗 还给你了 这个给你 好 这份是我的炒饭 哎呀 我都不忍试破坏它的颜值 虽然说颜值是高 但是我就感觉就不像是那种传统的印度餐厅 传统的印度餐也没有叉也没有勺 就直接拿手吃 它们在传统的印度餐厅上做了很多的改善 尤其在颜值这一块 我觉得完全符合欧美人的生美标准 嗯 很重口 就很重的香料味 我感觉米饭上面 这不叫鸡肉盖 反正叫米饭盖鸡肉 你看 超大块的鸡肉在里面 但是那边鸡肉的部位没有那么的juicy 所以就感觉 稍微入口的口感稍微干了点 鸡肉再点酸奶吃 这个咱们从迪拜传来的习惯 它们配这些酸奶味道很好 至少鹿嘴的口感没有那么干 我是真想上手 但是坐在这里的人没有一个上手 非常怀念迪拜的 摄像是说他不想出进进退 本来我不想吃你 但是因为你不想出 帮粉丝尝一下味道 这个摄像是点的 用虾肉做的masala酱 然后配的是另外的一种椰汁米饭 然后给它蘸上去 哎呀 这个看着好吃 哇 超重的masala的味道 就是米饭带点甜味 然后这个masala又比较重点 印度菜里面 masala是最重要的一条调味料 我觉得这下店的masala 确实是值得一试 你不说你不出去吗 蛤 你再让我显得我很尴尬了 那我刚刚吃你这东西我就不像话了 有个毛 我给你把这个毛拿掉 你跟我吃饭怎么胆战心情 哈哈哈 是吧 好 我们的账单来了 我们今天点了三道前菜 两个主菜 税后是123块07 那再加上18%的小费 所以今天这顿饭最后的价钱是145美金上下 你们觉得今天这顿饭值吗 也说实话呢 我们今天来的这间餐厅呢 就服务和装修来说 它呢远高于一般的印度餐厅的平均水 那如果你是喜欢那种传统印度菜的人的话 这下餐厅的你真的未必会喜欢吃 但是如果你想尝试 到底什么是米其林级别的印度菜的话 来这儿 那你肯定不会走错了 好吧 这就是我们第一个全面内容 我是郑小冬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呢 记得要给我们视频点个赞 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拜拜